上两次的一个流程吧 就是基本上现在从国内回来 然后毕业 然后申请税号 现在开始参加工作以后呢 有一个创业的过程 所以想 现在还有几位朋友没有进来 是吗 OK 那我们可以继续 然后现在呢 今天我现在分享一点屏幕 今天就是大家可能开始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但还好几分钟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后在中间呢 因为这次谈的东西可能会 相对来说会稍微有一点复杂 就是会在几个公司结构之间 或者生意结构之间有一些 细的一些讲解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直接举手 然后在中间换 换屏幕的时候 会跟大家细讲一下 好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把屏幕放上来 OK 现在呢 就是说 这次基本概念 基本 就是我们做在澳洲做生意的话 有大概有几种基本结构 如果这几种结构之间呢 经常也会有一种搭配 比如说公司的股东 通常情况下是个人 但如果不是自然认的情况下呢 有可能是家庭基金 这样情况的税务会有什么样的优惠 或者有一些优化 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然后可能我会讲一点点 就是说如果是原来结构不合适的话 看能不能做一个新的结构 但选择最初结构 还是大家一定要谨慎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要不要注册这些器 有没有必要不到 7万50本都可以不注册这些器 或者是可以都不注册这些器 所以这些一些小的一些问题 我们会大概谈一下 另外就是如果是公司运营一段时间以后 肯定会有出现雇员跟合同工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要把这些人当做雇员呢 员工呢 还是说都做一种合同工的一些形式 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选择 把他们这些员工当做雇员工 有什么好处 contractor 或者有什么样简单的风险 另外就是可能会 可能会讲一些简单的一些文件 保存的一些技巧 还有呢 就是说因为公司的结构呢 有时候会决定到了 有一些政府补助的领取的一些问题 这个我们会简单讲一下 Peter呢 从RSM呢 他们里面讲了一些 前两期讲过一些 类似R&D的一些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如果有新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 R&D跟EMBG 其实是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它的申请复杂程度 难度各方面都会比较有要求 特别是对公司的结构有要求 OK 这现在呢 就是这个是我能想到 或者说经常 呃 客人会经常用的几种结构 个体 公司 家庭基金 股份制基金 然后合伙生意 或者说是partnership 这两个他们 呃 JV跟partnership 其实他们的性质 很大的不一样 呃 所以我们在讲 下面会讲到 一个一个来讲 第二个 呃 Fold Trader 就像我们平常过 呃 国内讲的叫个体户 呃 它的结构呢 是非常简单 然后注册成本 维护成本是非常低 呃 你也会发现呢 在你的个人退税 如果你用mcgov来做个人退税的话 其实你如果有一个小的生意 呃 个体户也好 或者说是呃 Uber也好 你可以在你的mcgov can上直接完成这些退税的一些 呃 问题 其实呢 它的整个税号 这个生意主体呢 它是附属在呃 个人税号上每的一个附属页 就是说你在用个人名义 来呃 运营这个呃 生意 最好的好处呢 就是便宜 成本很低很低 呃 对相对来说的 做账的要求 跟其他结构 没有什么区别 不能说你因为是个体户 然后你做账就很随意 呃 该要保存的一些信息呢 还是要保存的 呃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因为它的税务相对来说 非常简单 对个体的那些亏损也好 盈利也好呢 它都可以直接反映在你的个人退税上面 呃 但要满足 就是说你的呃 个体的生意呢 soul trader这个生意呢 是一定呃 生意规模呢 不能说是作为一个hobby 比如说我呃 作为一个呃 个人兴趣 我去呃 买了一个画板 呃 买了一个电脑 去做电脑绘画 但这个 其实跟我的生意呢 是完全不搭嘎 然后呢 挣钱 有可能挣钱 有可能不挣钱 但很难让 事务局 或者说我很难证明 这是一个生意的一个正常运营 所以这一部分的亏损呢 呃 除非是这个生意呢 就是如果我的绘画室啊 做了以后呢 可能我雇了人去 画家去做呃 创作 然后的会呃 我的画室呢 又打广告 达定了一定的呃 达到了一定的工作的一个呃 生意的一定规模以后 事务局会让你呃 来做抵扣税 所以这个是大家小心的 不是说你的个体生意能亏就能抵税 这个是非常小心 但还有另外一种优惠呢 税务局呢 会优惠 就是如果是你的个体生意呢 是用呃 是用来呃 做一些农业 农业方面的一些呃 生意呢 会有很多的 优惠 比如说呃 他们会把你的呃 因为农业收入 就是他每年的收入会有高有低 所以他的税呢 会非常的不合适 有时候如果是一年高一年低 你的税的浪费会非常多 所以税务局呢 会允许一些呃 税务的一些减免措施呢 把你这两年的税 做一个平衡呃 呃 另外呢 如果是个体行为来呃 做这个农业呃 农业一些项目的话 你可以是如果你要亏的话 可以直接抵扣你的个人所得税 这方面也会有些优惠 但最大最大 也是最大 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个体生意呢 会把你所有名下的个人财产 都会带到你的生意上面 比如说 你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的话 你只能申请个人破产 都可以申请其他公司的破产 或者其他商业结构的一个破产 所以你的所有的个人呃 财产是 担保这个生意的 所以你如果呃 呃 有签约别人有告你的话 所以你的风险呢 基本上是你个人财产 个人名下所有财产都在这个呃 被诉讼的一个可能性里面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虽然便宜 如果是你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呃 市场尝试啊 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呃 生意低风险的一些生意呢 前期可以考虑是因为呃 如果是因为成本的问题的话 但这个是其实是最难最难建议的一个 对呃 大家一定要慎重 公司公司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呃 正是比较稳重的一个呃 结构 因为这个公司呢 他是在联邦政府的法律来管理呃 coper law 所以呢 所有的他的呃 一些相关政策呢 都会通过全国来统一 而且呢 他的所有的公司的里面信息啊 比如说管理层的董事 也好啊 啊 生意的住 呃 生意的呃 呃 地址也好啊 还有就是他的股东控股人也好 他都会有一个明确很详细的一个记录 大家呢 其实就在呃 网站上通过9块钱可以买到所有的这些工作呃 公司信息 所以呢 他也是对隐私 个人隐私的一个 没有太好的一个保护 我们通过更复杂的结构可以来保护个人隐私 但这个结构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呃 比较呃 公开比较正式的一个结构 他的呃 他的最呃 最初始的管理层呢 就是基本上做决议的这一层呢 是董事 啊 一般在澳洲叫呃 director 或者是secretary 呃 董事呢 会有公主要控制公司呃 做决定的一个权利 同时呢 他会有一定的公司呃 董事的一个风险 在最早的时候呢 公司董事的风险被 定义在一个雇佣关系的一个风险上 但现在呢 最近几年就是说 director penalty 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公司呢 呃 董事呢 会有一定的风险 比如说公司现在养老金 员工凸欠了一些福利 如果公司有破产的话 个人呃 董事个人呢 他的财产也是呃 有可能被呃 诉讼 呃 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是公司出现了一些资不抵债 或者说insolvency trading 的情况下呢 公司董事的风险也是呃 他个人财产也是包括在这个呃 公司主体里面的 现在也是有新的呃 立法规定的 如果是公司那边有欠税务局任何税款的话 慢慢的也会呃 公司呃 董事的一些责任会追究起来 所以大家在做董事的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朋友 因为是海外人士 然后他不能作为公司董事 或者说让你作为公司董事来代为代理这些业务的话 你带签字consent to act 的这个这个纸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第一个你要了解你的呃 对生意的控制 然后不能说因为朋友帮朋友一个忙 然后去签这个字 因为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不过你对这个公司没有任何控制的情况下 你不能说你对公司业务不了解 因为你公司董事的一部分呃 正常的一个义务呢 也是要了解公司的正常运营 你在法律上 那如果是你说你对公司的呃业务不了解 所以犯下了这些错误的话 那你很容易被牵扯到毒质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愿意承担这些呃 风险的话 我建议的话 你真正要花时间进去 然后也是呢 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背景 对公司有一定了解 同时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如果你要愿意担这个责任的话 一定要拿到相应的报酬 这是朋友也好 嗯 亲戚也好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而且你要对于这个公司负责人 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负责人 公司呃 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生意主体 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一项呃 公司的一个呃运营 资本运营收入支出资产 他这个公司的一个税务结构呢 他不是一个穿透性的结构 他是有一个公司先交税 呃 比如说在公司这边呢 他有一个呃 当年大概有呃 这边大概这边比如说 大家这边的公司产生了一些呃收入 呃 比如产生了一个呃 一万呃 不好意思 我用鼠标写 呃 一万呃 一万块钱的一个呃 盈利 公司呢 首先要交公司税 公司税后的一些呃 比如说七万呃 七万块钱的有 七万块钱的这些呃 税后的这些盈利在第二年 你开测呃 可以作为分红的形式呃 分配给这两个股东 所以他会有一个时间限制 但你也有可能呃 你可以控制就是这个呃 这个分红在几年之后才分 所以对你的税务规划呢 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时间上的一个把控的限制 所以这个时间如果一般是呃 我会建议客人用公司结构呢 一般是有呃 比较呃 合伙人呃 有呃 另外呢 就需要一个相当于正式的一个结构 我一般 而且有一个时间控制一个结构 因为你这个挣钱以后啊 就是说你这呃 return earning 就是说你这些所留的一些税后的一些财 呃 这些资金 你可以继续留在公司里面做下一步的发展 所以对公司的长远的一个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最大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股东呃 在发放新股东或者转让股份的时候呢 呃 除非是在这个公司里面有持有地产 呃 如果是没有地产的话 这个生意之间的股份的这些这些转让都是没有 银花税的 也是stamp duty free 所以这个对公司结构啊呃 资本交易啊 各方面就是说私有企业的话 其实对这个来讲 公司结构相对灵活很多 然后而且就是每一级比如说这个股东可能是A股呃 B股在公司的宪章里面呢会A股和B股之间的会有明确的权利的定义 有可能A股呢有享受啊股权的权利但没有享受啊其他的啊资本剩余的一个权利 所以这个呃结构上呃结构性呢就是他可以做很很复杂 但可以保持非常大的灵活性 这些信息呢相对来说都是对投资人是公开的 所以呃 呃这些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呃 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公司呢这边会有少一个general discount 就是他在capital gain的时候 如果假设我们在公司呃成立前前期呢投入了呃100块 呃之后呢我们在呃卖的时候呢可能是10万块卖掉的 这部分的增值呢就会相对来说我们要交啊把这个生意卖的时候呢要交一个资本增值税 这个资本增值税呢如果是在家庭基金的情况下呢呃他会有一个50%的一个折扣 呃而公司呢是不具有不具有这个折扣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如果是有呃买卖生意的时候要注意计算 虽然说这个呃capital gain呢就是这个资本增值的折扣 你可以roll over到下一个新的生意里面呃或者通过其他办法减免 但这个是可能大家要呃额白注意的一个东西 但如果是其实你的生意呢也要通过合伙人而且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的话 其实这个弊端是很容易呃规避的而且就说也是呃很难通过基金的形式让这个结构特别呃简单复杂 这边有一个问题 可能 稍微等一下我现在看不到那个问题 看不到问题呢 我说啊ok呃 dif identity对保护resident director有多大帮助 嗯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 嗯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d呢也是一做一个保证我的理解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严的一个呃法律问题 其实我的理解的话如果你是呃写的能防的可能可能会防到很多会防到一些 但如果你想用这些法律呃手段来保护如果是你作为同意作为的公司director 而且呢你又不进这些义务的话 其实对法官来讲这些可能会是比较被动的一个argument 但这个可能还是要呃法律方面的一些建议呃抱歉这个 这块有点难这块我可能帮不到太多 嗯好家伟那我们等一下再聊 嗯这边我们就会下一个结构 谢谢呃下一个结构呢就是家庭基金 家庭基金呢这边就是呃相对比较呃比较私有的一个呃或者说比较呃比较非正式的一个结构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他的生就是他这个整个生意主体呃或者他的整个结构呢 其实他是一个合同family trustd family trust他的每个d呢就是又有不同的定义 每个律师写的都基本是不一样的呃而且最大的不同呢是每个州之间也不一样 比如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南威尔士跟呃昆士兰昆士兰在昆士兰州的时候 他是没有建成立家庭基金的时候是没有stamp duty的呃也就是说你在呃昆士兰建一个家庭基金的时候只有一个建设成本 或者也有只有律师的费用或者一些文件的费用 但但在呃昆士兰那边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除了在付会计费或者说律师费以外呢呃还要交一个500块钱的stamp duty 所以就是说莫名其妙的你的你的成本就会增加很多 所以你在不同州的时候呢用家庭基金的时候也要注意呃这方面的一些呃呃问题 但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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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要看他的地就是说他的最后他这个文件呃怎么写 然后写了什么如果你现在只呃有一个新的客人直接问我我的family trust能不能帮我避税 呃不知道因为第一个就是他时间他成立时间如果他已经大概两年三年以上或者四年五年以上的话 呃他的地可能已经呃很难包括最新的法律政策或者说税务政策呃 呃还有一些规避的呃地方还有一些新的呃改变呃如果是新的客人或者说有一些老的客人他们的呃 呃第一呢已经到了五年六年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建议让律师去review他的地让让让他补充他的法律条款 让呃达到税务方面的一个最大呃最大优惠呃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呃接到一个客人的家庭基金或者说做到看到任何文件的话呃 呃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但真正的所有的答案只能在呃地里面去找所以他这个family trust一些文件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好他们怎么写 什么时候写是哪个州呃他对呃收入的定义是什么什么人可以分 这两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在不同州呢就是说如果对海外人士这个如果对海外人士呃 来讲呢就是如果你有呃比如假设如果是他不是呃澳洲税务居民或者不是澳洲居民的话这个定义呢在昆士兰 跟新来外人士又不一样假设在昆士兰呢就是说如果他不是PR或者护照的话他去买一块物业本人呢就是说他要付呃额外的印花税除了呃FRB那些申请费啊各种费用以外然后他额外的他的stand beauty会很高呃 嗯因呃因为他是非呃澳洲居民但如果呢他用一个家庭基金去买的时候呢在早期呢是可以呃绕开这些弊端的呃也可以通过呃呃代持啊其他方法可以绕开这些方法但现在呢就是税务局呃地税呢他对呃家庭基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你在家庭基金里面不管是哪一级的受益人呃如果只要是他能呃 有可能分给这个受益人的话他整个基金呢就被呃税务呃就在递税的角度呢就被定义为的一个海外基金所以这个海外基金如果再去买物业的时候呢他的印花税是翻倍的所以这一块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旧的家人基金或者说新建立的家人基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他有没有一个条款是不包括海外人士的这么一个条款来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呃损失 就是如果你有很急的一些物业要用家庭基金买你的地一定要看好一定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说你打开地然后用pdf也好用普通文件也好找search foreign resident或者 foreign tax resident或者相对的一些呃这些文字去找但其实最保险的方法还是请你的律师把你的文件看一遍是不是呃你的这个家庭基金适不适合买 物业如果不适合的话强烈建一个新的呃所以就是说这个契约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本上是他的一个灵魂就也是规定了呃受托人trustee怎么来控制基金里面这些呃财产呃来服务这些受益人呃受托人呢其实呃他可以分为两类呃可以是公司公司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完善他这个受托人如果是多为公司 呃呃操作这个家庭基金的话呢他的风险呢商业风险被控制在了director的一个呃懂事的一个职业风险之内如果是个人呢呃作为trustee来呃操作这个家庭基金的话呢其实他的风险跟呃soul trader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没有说呃有有很多朋友就是有很多客户呢就是觉得呃成立加基金基金以后呢就已经万事大吉都已经安全了 但如果你的trustee是个人的话你这个这个个人的trustee这个受托人其实他的风险还是呃很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大家小心如果是除非是特别安全的一些企业或者说一些呃持有股份的一些股东的一些基金一般我不会建议个人来持有呃作为这个受托人这个职呃另外呢还有我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呃基金的就是说养老金养老金用个人来 呃作为呃呃呃受托人这个也是非常不理智的因为呃公司如果正常公司的呃呃每年的费用呢就是大概每年的呃注册费啊或者说年审费大概200多块然后如果是公司的话他只有40多块所以这个我宁愿在前期多花一些钱如果是呃没有额外特别放心的情况下的这个受托人尽量选择公司 除非是非常没有风险的呃呃在这边呢我们没有表现出来一个关键的一个人呢就是说在呃契约就是在这个家庭基金契约里面呢有一个呃有一个职位叫pointer这个pointer呢是真正的一个呃指定他我们直接翻译叫指定人这个指定人呢是呃他藏在这个trustee里面来指定谁来运用这些基金来操作这些日常业务来然后 然后呢来服务所有这些受益人呃呃这个appoynter是在任何呃官方资料是查不到的呃同时呢就是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呢在呃在银行开户的时候银行也是不需要这个人的身份认证的虽然说这两年已经开始就很肯定需要你appoynter他们现在银行管这个叫ultimate呃owner所以就说他的权利是非常大的 呃他可以指定呃在这个基金里面一般会指定呃谁来代表我去做日常业务如果这个受托人有任何破产或者说一些做一些违规的事务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基金呢就已经把这个呃风险断掉了呃受托人呢重新指呃指一个新的新的director或者一个新的受托人所以他的避风险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大的呃一般这个受托人呢 我会建议会有两个人一般很经常你会看到是夫妻两个人一个是appoynter另一个是secondary pointer但其实这个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毕竟两个人会经常呃一起出行啊一起旅游啊如果是一个人有危险的话其实呃这个家庭基金的受呃就是家庭基金的一些控制权已经丧失了所以这个是大家呃一定要注意的另外就是说你的这个又说到那个家庭财产的一个保护 第一个财产是个人财产第二个财产呢就呃是联名财产因为是联名财产比如说呃两个夫妻两个人装一name去买这个房子呃如果一方过世的话另一方自动获得呃他的财产拥有权呃另一方面另一个呢就是生意的一个财产所有的财产在trust公司之下是不在你的will之下的你的will只是控制你个人下名下这些财产或者说在如果可能 会有这些方面的财产呃另外的是在你养老金里面的财产也是不包括在你的will里面的除非是养老金那边已经呃接受你的will然后接受你的这些呃官方的一些文件他会把这些钱打到你的呃stay里面或者说直接给你的订定一个受益人呃所以这个四个bucket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现在我们说的工呃商业呃这些公司结构呢都是不是在你个人名下一些财产如果你有呃做will的话你一定要在公司 公司里面做一个wish或者说呃有一个商业的一个文件来指定你的受益人或者你的商业呃你的will的一个执行人呢去把你操作这些业务呃这个大家可能说呃这个说的比较多了可能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所以第一级受益人呢一般是具名的受益人第二级呢是呃直接呃比如说他是直系亲属这些都可以包括孩子叔叔阿姨然后这也是要看根据当周的一些呃 啊trustee要检查要看另外的就是说这边还有一些可能是没有署名的可能是包括你的公司或者另一个家庭基金你会经常会发现以后呢我们在做税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有多个家庭基金或者多个生意的话你会看到一个family trust electionfamily trust election的过程中呢就是找到一个关于关键人呃他这个关键人呢是能把你所有的呃trust公司的关系联系来 所以就这么一个环节如果这个人能找到的话就是你很多family trust的呃所有的税务都可以同时分配这个是大家可能会呃没有呃看到太复杂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看到但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呃family trust election这些方面的一些文件嗯还有公司里边啊公司就是刚才又说到破产保护这一块嗯还有一个就是呃方法的就很多就是可能他们说 就个人破产以后会有什么对公司有什么影响个人呃比如说这两个股东是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破产的话其实他这两他名下可能没有钱但他公司里面有钱的话呃有时候呢他的到时候呃一会我们看这边有没有专家可以解释就是如果是呃呃就是这个amministrator去拿的话他可以强行征呃征用这些股份然后呢通过这个呃控制权呢来换股东这样的话 就是说债权人呢就可能会对他这个公司有一个整体操作这也是大家呃会看到的一些方法这些一定要小心呃股份制这个就是unitrustunitrust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呃呃这个基金的契约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看他的契约看他的规定呃最好呢就是他的收益人之间unitrust那个uniholder之间呢呃他们之间有个合同或者有一个呃付出文件呃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看的其实他这个 这个唯一的他有点介于呃家庭基金跟公司之间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他是呢就是可以享受基金呢可以享受啊general discountcapital gain的general discount同时呢就是说呃他可以分配就是按比例来分配这个收益人的呃收益呃家庭基金呢你是看不到这个比例的就是说你没有说呃谁跟谁之间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样一个固定他是在每年6月30号之前的文件呃 呃签署了签署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由受托人来制定的所以他在每年6月30号之前呢一般会跟税务局啊税务代表里面做一个文件就说我今年的呃的盈利会怎么分呃然后呃公司呢跟股份制基金呢都是不需要做这个文件的因为就是呃有一些不是fixed trust就可能要做但如果是fixed trust的话你一定就是说你看会他的分配比例是相对固定的就是他有个固定的百分比 呃唯一的b端呢trustunitrust的b端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股份的一个转让都是有stamp duty的他这个没有呃没有任何的一个减免所以这个大家呃在如果是结构相对需要灵活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的比较复杂的结构但他们之间的呃股份的一个转让一定会有牵扯到stamp duty的一个产生呃公司这边也会有他就是说公司这边 呃在昆南这边叫land rich就是他的呃持有的土地的价值超过两百万以上呢他的所有的一些股的股份的一些转让呢会牵扯到一个stamp duty所以呃可以申请减免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所以这个大家呃如果公司呃有持有土地的话呃有任何呃股权转让一定要小心呃合伙这个就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简单就是partnership呃这partnership呃就是 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式呃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有个主两个主体partner假设这边有个abn有个税号然后呢他们合伙然后做了一个新的生意这是一个新的abn呃一个tech phone number但这个合伙人不管是几个如果他们的组合呢有一定的变化之后呢他的生意主体就不太存在它是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生意主体所以保存abn的情况下是有 但是相对来说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生意呢是简单的一个夫妻党啊或者说一个简单的一个项目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呃他可以这样做但他是很少很缺乏一个延迟性或者一个延续性如果这个任何一个partner过世或者说有任何呃身体上的一些呃原因不能再运营这个生意的话其实他整个partnership就解散了啊很多生意啊店面啊各方面合同都要重新做 所以这个非常小心呃之前见过几个就是结构呢就是说事务所也好或者说一些呃设计师那边也好的他会经常可能会有两个合伙人的家庭基金合伙成一个生意呃来完成一定的税务方面的一些减免 嗯合伙生意相对来说会比较不容易维持呃呃join venture呢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们呃两方面就是呃参加了一个项目 但这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join venture一般是相对来说对项目有相关的而且他们的输出呢是有以结果为定而不是说呃以分成呃呃 合伙生意呢一般就是说如果是今年我们挣了一百块钱两个合伙人呃通过决议可以实现正常一般情况下是五十五十但也可以通过决议呢解成是七十三十这样也可以实现 但就是这种他们拿到的结果呢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例上的不同 嗯然后如果是他们有亏的话大家都呃两个基金或者两个合伙人自己呢会分到亏也可以就是用这个亏来抵个人的税呃 嗯如果是有证的话就个人所都是要多交 但join venture呢就相对来说他的合同的规呃规定呢就是呃以输出为定义的你可以定义就是说呃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呢呃呃比如说我提供地然后呃我的朋友呢来提供资金 呃盖房子然后在最后呢大家就是呃提供的东西不一样但我们不会太纠结然后可能通过一些分配上不同的可能拿到的是呃一人一套房 通过这种来来分配分这种更偏向join venture呃呃join venture跟partnership呢其实在一定情况下他们之间解呃界限也是非常模糊的这个是大家要小心税货方面其实很多不一样 呃呃不同结构的组合也是当时我们讲的就是说你会在发现呢就是刚才说呢是基本的一个小的结构 嗯不同结构之间呢会有一个灵活性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组合比如说公司的股东是呃基金或者是个人呃所以就这些呢就是会有一些不同呃搭配的一些组合 还有一些就是说呃也有可能大家会看到是呃税务集团税务集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的呃总公司这边呃呃必须是一个公司 他只有下面这个呃不同公司呃股份但他们之间的结构呢必须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公司结构呃呃来实现这个控制权 这样的话你做税的时候你可以申请就是说这是一个税务集团我们可以单呃呃独立核算 然后这个呃这个税务结构呢你可以叫一个tax return但其实到最后你的呃运营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因为你每个账还是要做 然后如果有一个生意推出的一个税务集团的话也要单独核算呃另外还有一个税务还有一个gst集团gst集团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公司之间不用再呃计算呃单独核算gst 然后他们交的bass是一起一起来做呃这些结构呢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日常做生意的时候呢真正做到ipo可能会有但现在的话呃会少 因为呃有时候会有一个从公司重组的结冠这边这边就是呃下一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说如果公司生意重组的话一般你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地方呃印花税呃全国来讲的话呢公呃私有企业的呃股份转让是没有印花税的但如果是他要持有物业的话持有地产的话一定要小心他的呃减便状况呃增值税计算 即使当时公司我们呃最早成立的时候可能投入了呃十块钱一百块钱但最后如果你卖的话如果你呃虽然说还是可能想办赠语的形式卖给朋友但呃呃你在转让的过程中呢一般我们税务局那边一般还是会需要你有一个valuation report第三方的一个报告证明你实际的市价是什么即使你没有收到那些钱你的呃增值税也是按照实际的税来来缴的呃 我回答几个问题啊现在请问建立家庭基金成本大概多少这个每个都不一样每个州都不一样就像刚才讲的如果是呃悉尼里边的话他至少会多出一个五百块钱的成本呃呃家庭基金会分两部分成本一个是呃基金的成本基金的成本一般会在六百七百八百看每个事务所的呃成本不太一样 这个文件的这个成本的一般会包括申请税号然后呃购买法律文件呃然后一些装钉啊签订啊还有一些呃咨询的一些费用呃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费用呢有就看你最后是选的是家庭基金的trustee是呃以公司形式还是个人形式个人形式的话就没有额外费用就是基本上刚才说的可能六百八百之间就基本是你所有的费用呃但如果是要呃成立格外成立一个公司来 做的话他呃第一呃第一次的成立成本呢会贵出一千多块钱大概一千二一千三左右呃然后之后呢每年会交一个注册费大概ASAC那边会有个review fee大概两百今年今年好像是两百六十多呃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文件的一些费用所以就是如果是家庭基金的话如果是呃以呃以companytrustee呃来成立的话大概是会在 一千大约一千大约如果是呃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基金作为呃持有股份的一个股东来讲的话那些的呃成本大概是六百到八百之间看每个公司不太一样呃rebecca这边还有问题就是呃soul trader and soul shareholder从什么时候和soul trader没什么呃没有就是soul trader跟呃公司的director是很大不一样的公司director如果soul director 他即呃即使是一个人他也其实也是一个呃公司的总是他的职责呢或者他的风险已经被限制在公司director的一个职责范围之内而而不像soul tradersoul trader的风险其实蛮大的其实soul trader他基本上个人名下所有的财产因为他不存在公司破产的一个概念只有个人破产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soul trader的风险是基本上是个人名下财产是无限放大的公司不管是几个director也有可能是ball director 或者说是ball make decision public company呃但是呢就是他的风险呢基本上是限制在公司director呃一个duty里面呃就是这个act没有stamp duty不能用stamp是不是有d就成正式成立了对不用呃如果他没有stamp duty的话就不用stamp就是说有呃sq就是说你在成立呃基金的时候呢就有时候你会看到会计会给你放10块钱他叫stamp sum 就是这10块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公司呃你的基金成立的时候啊是比较旧的一个法律就是说你在公司呃家庭基金成立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资产这个资产你又没有开户又没有签任何约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难成立嘛那一般是settler就是说这个一般是会计或者律师会在你的文件里面放10块钱现金这10块钱现金一定要存到银行或者保存好 这个10块钱呢就是你的settlement sum就是你的起始基金你有这个钱了以后最基本的一个财产以后呢你会成立这个基金的一个概念同时呢settler要签字签完字以后呢要windance然后一旦签完字以后这是fully execute呃这些文件呢就已经呃生效了呃但是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trustee呢就是你真正的原版trustee呢一般你会看到律师或者会计师那边会帮你准备三份因为准备三份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这个基金呢一旦成立以后你不可以重新复制当时的D的这个文件因为这个合同只能签一次而且只能在当天签但你可以在当天签多份所以一般签多份的概念就是怕了你会以后会丢掉几份啊或者丢掉一份另一份找不到如果另一份找不到的话也可以补救一般跟你的会计或者律师去呃联系一般会跟GPE那边就签一个declaration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东西没有对当时的文件没有任 任何的串改呃我们只是把当时的文件重新补充也可以补救但相对来说成本会比较高一旦呢最好是在呃成立手艺一定要做好呃嗯没有想呃然后就看到问题像这次呃对trust 这边是没有register除非是会计那边会有些register就是说一般至少在昆士团这边呃我们会保存一个客人的所有的trust 的register 变更啊但 你在官方网站是其实基本上查不到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隐私或者说呃非正式的一个结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呃成立公司的费用一般多少呃成立公司一般呃最便宜的话你可以去ASAC直接注册但那边注册的话就说你默认的条款是corporate就说你一定要就说呃就相对来说呢你就公司的简章是没有的呃你要可能会需要根据公司的 情况呢就去啊找一些法律条文啊去补充有一些呃呃网站还有一些叫quick呃quick company啊或者是呃 clear doc这样这些文件其实蛮多的就是他是一个agent他是ASAC agent他如果在网站上直接做的话一般会700到800呃之间吧就是包括所有的文件注册税号呃因为他毕竟是说他不会给你任何一个呃咨询的一个业务 呃因为这部分700呃700到800的就是这些网站呢会大概收100到200的一个费用呃然后呢剩下的450多还是490多是政府要收走的呃他们也必须有一个注册注册费用呃他们就是这个软件的会方便他们走的是量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服务或者帮你检查然后建议你的结构合不合适所以如果是你的结构非常简单你也不需要任何建议或者你已经了解相对情况的话 可以通过了他们来做呃但最大风险就是说一旦你把名字打错你想改名字的话一般改名字的费用比成立呃新的公司可能还贵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一定要有专业人员告诉你就是这个呃结构对不对如果你要再找去改的话也是相对来说一定有专人帮你改的话会快很多呃而且第一毕竟一个生意一个公司他只有一个呃初期的一个费用贵出几百块钱 专专业人员一般会贵出几百块钱但贵几百块钱的话会帮你省去很多不必要麻烦呃降低很多呃出错的呃危险或者一些风险 所以我觉得值得还是成立呃值得花这些资讯费用的呃会计就是跟还有这样说一般找会计或者律师的话一般是呃一千呃一千多一千呃一千左右吧一千多那样然后这个的话一般包括帮你把文件买好 然后装丁好然后注册好然后把税号也都做好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会稍微贵的一些呃 JV is created for special time 这个的话有时候可以结束就是JV的话一般我现在经手几个呃项目的基本上就是项目结束以后很快就关掉了 因为这样的话就呃也是呃JV的一个JV的一个Purpose他们只是想做一个简单业务然后把这个业务这一方面做完以后各自拿回自己想要的结果呃就解散这个呃 呃但legal方面的话应该他们还可以做到就是长期的一个合作范围但但如果是你要想要长期的话我觉得它的概念更更接近于partnership的那种概念因为长时间的一个呃磨合或者大家一个partnership的方面 嗯trust的唯一painter如果出意外呃trust唯一的painter出意外怎么办嘴巴这个问的很好其实会有这个情况但一般的话你会看到trust里面会有个补充条款一旦呃啊pointer如果身身亡或者不可以做啊决定的话呢他一般会选下一个beneficiary 但怎么选然后什么样条件可以胜出呃可以优先的话这个是也是大家一定要看trustee这个trustee每个trustee相对来说不会一样但一般会呃一般比较完善的trustee会有去相对的一些规定所以最好看回trustee ok呃如果有问题大家继续打到呃chatbox里面然后会回来再问呃然后之后呢就是如果生意成呃重组的话呢一般不要灰心 就是说呃比如说假设然后partnership呃如果最早成立的时候呢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partnership partnership但其实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发现呢partnership不再适用想要加入其他股东呃其他股份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abn呢各方面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没有一个延续性的一个保持的话 其实对生意的发展是呃有很大的阻滞的所以呢就是追欧政府也好税务局也好有时候他会呃推出很多 新的政策就是说允许你呃来重组你的结构呃但但这些相对来说他的呃重组的一些条款呃对基本他有很多不同要求 但最基本的要求呢是一般是小business呃另外呢基本的呃ultimate ownership不能变呃通过有如果是你有这些呃结构或者这些呃前提小件可以满足的话 你可以尝试去ato这个网站去看但他这个看网站看的这个信息呢基本上是呃capital gain或者说一些rollover的一些relief 呃如果是你想看到州政府的话一定要到州政府的相关网站去稍微检查一下呃对保险呢一般我会找一个呃law firm去问一下second opinion 一般他们叫indirect tax呃expert一般每个州都会有不同的啊律师事务所一般second tier或者呃大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他们会专门的去找这些呃律师去做这些服务 这些服务呢一般你要简单咨询的话可能会打几百块钱或者说上千块钱但至少你知道你没有违规或者说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呃免疫花税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个钱的话如果除非是你会计就对这方面就比较了解比较熟或者你的本身的一个律师就对你这个整理情况非常了解呃你可能可以省到这些钱但保险情况下大家在重组结构的时候呢一般要非常小心capital gain各种tax就是也有这有时候的GST也会也会牵扯进来所以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刚开始的结构不要太复杂但考虑稍微远一点 嗯最后呢有几个小的问题就是员工跟口同工 嗯还有很多呃员工呢就是说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的雇主让他们现在从公司就因为这段疫情的影响 从full time变成了contractor嗯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那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如果是contractor的话你可以不被雇佣而且没有任何的补偿员工呢相对来说呢他会有更多的福利或者更稳定的一些呃雇佣关系或者一些收入来源 所以这些大家是要小心的如果通呃通货来讲的如果你是是一个呃呃给一个雇主或者说大部分的时间给一个雇主来工作 而且你只是为了转成呃ABN来减税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可行的 因为他在税务局有专门来呃有一项条款的就就叫PSI personal service income 呃他可以呃收入局可以通过这些roiling了来把你很多的本来如果是生意有的一些抵达审会呃或者一些呃减扣税的方法的会被拿掉 所以因为他知道你呃只是名义变了但其实你的工作性质还是过为员工的性质来来工作的 所以不要被他这个合同或者雇佣关系简单的一个表面上的文件来呃呃蒙蔽一定要就说看你这个是不是你真正呃呃是雇佣关系呢还是说是真正的是合同工 因为雇佣关系对员工来讲还是很大保护的呃呃合同工其实很多时候呢会有时候你会发现会吃亏如果是特别是雇主这样这样要求你的话一定要呃呃签文件之间一定要跟你的会计商量一下或者跟你的会计商量一下 你的律师商量一下值不值得签这个文件除非他的薪水给你很高就是因为毕竟分析很大另外合同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呢也是最近我们在看的一些问题就是说payroll tax他也有可能就说你的payroll tax不充周的呃起点不一样比如像昆仁南的今年的他的呃payroll tax的起征点呢是1.3个mil但只看员工的收入和super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啊就很容易就看不到也很多像contractor一些payment所以contractor这些方面一定要小心 嗯另外就是现在很多行业比如像啊real estate agent现在已经基本上禁止使用就是啊commission only啊这些payment 所以大家在延续过去的一些运营方法的时候特别是在最近这两年呃一定要非常小心就是说commission only还是payroll还是呃很多方法另一种方法就是说可能最近可能大家呃很多呃客人比较吃亏的地方就是说他所有的员工都是contractor呃他自己拿不到jobkeeper然后只能通过员工去拿如果员工的收入没有影响的话 其实员工也拿不到jobkeeper只能拿jobseeker就这一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很多真正综合来讲的话会有很多不一样如果你没有payg然后你的cash booster也是拿不到的所以这方面就最近这个疫情好的很多概念都有点颠覆的感觉所以这些方面也是大家需要综合考虑的呃另外就是说如果一旦新生意开始以后啊就说哪些要注册呃呃呃呃呃呃 各自州不好意思打错这个不是周末的州是应该是呃州政府的州呃呃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经常忽略了一个就是开了一个公司ABN注册了那我们就开始了要注册GSTPayroll呃呃就是pyg这些大家其实都知道的但可能大家第一个忽略呢就是呃workcover呃你在不同州呢就是一旦有住呃呃雇呃新的员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册呃workcover呃workcover呢是 保抜呃呃不光在上班的时候同同时呢包括了就是他在呃从呃家到公司从公司回家的路上的这些如果有甚何意外的话他可以包括他的一些收入险可以包括在这个workcover里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呃呃风险额呢就是说他的保额呢就是呃非常合适而且他的费用比较低啊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但这个workcover不包括呃呃 公司的董事director 所以这个是卧室 你是director的话 你一定要把你的薪水跟养老金拿出来 而且一般是 新代官是要通过中介 我记得 然后如果是昆士兰的话 我记得现在是基本到 昆士兰 workcover昆斯兰 他的网站上申请就好了 然后也是self declare的一个过程 保险 保险我们一般知道的第三方险 是肯定需要买的 因为如果你要签物业的话 你没有第三方险 其实很多烂捞也不会把房子租给你 这个一般不会太多忽视 但如果你有从国外进口 任何产品到澳洲的话 进口商在澳洲来讲 进口商是有一个 对消费者来讲 他有一个manufacturing warranty的一个遗书 所以这块你们大家一定要考虑好 如果是你有进口产品的话 一定要买好这方面的保险 GST deferred GST deferred GST呢 就可能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 就是说如果你有进口产品 你可以选择在海关不交GST 但你的GST best circle呢 就是每一季度交GST的 circle呢变成了每个月来交 PYG 一般你有雇佣员工的话 你的必须要注册PYG 现在还有另外就比较多的 就是域名啊 然后你的网站啊 你的邮箱 如果现在这个年代 你还要用Gmail去发邮件的话 会让人感觉到就是可能有点 不太上心那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很便宜 就大家去网站上找一个 就是如果通过GoDaddy也好啊 找一些就稍微好一点网站 它的价钱你可以注册它的域名 然后同时把它域名呢挂在 365也好 或者Gmail也好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 hosting其实基本上还是在一个 business hosting 它的成本月费啊 很便宜 但是你有一个自己的域名 会正式会让人觉得 正式很多很多 网站 其实网站要最基本的要做起来 另外就问的最多的就是生意名 就是business name跟trademark的different business name呢 一般它不是来保护商家 它是保护消费者 让消费者能更快的找到这个名字之后的实体 商业实体是谁 一般你这时候会看到 比如说商业名 就是说你找到这个名字的话 你可以 这个名字呢 一般是必须要挂靠在一个A边的下面的 所以就是说你的 你看到这个名字 你很快就找到店家真正的商业人是谁 但是呢 就是trademark呢 基本上是保护商家 保护我自己 如果我有leader accountancy注册的话 别人再用leader accountancy注册的话 我可以有权 不让他注册 但business name 我一旦注册 business name叫leader accountancy 但别人要注册leader accountancy Brisbane 是不可以阻止他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小心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生意名的注册 一般就在ASAC 最早是每个州的fair trading去注册 现在呢 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管理 是ASAC那边注册 商网注册 大概每三年的注册费呢 是80到90块钱左右 如果商标你想注册的话呢 他的时间 注册时间长度呢 一般是在一年左右 商标分文字商标 或者是图形商标 一般你要找一个artene 就是正常的tremark artene去帮你申请 写这些文件 做这些认证 所以这个时间是 周期是比较长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 如果是想很快开始的话 一般我建议就是先注册 生意名 公司名 同时基本的开展一个 商标的一个准备 注册一个阶段 因为毕竟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Dolson Dolson 然后这边是 以contractor形式 雇主签约是 相关保险 这个就是contractor 其实他自己要付 对他的设备负责任 他的风险负责任 所以很多contractor 去进到一个新的工地 或者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就是对方一般会要求你 把你的certific currency 或者这些东西要提供起来 所以 一旦有出事情的话 一般就是 你有没有PI insurance 像会计来讲 一般就是PI insurance 另外如果是handyman 就像third party insurance 这些东西要 最好是如果你是contractor 一定要考虑这些额外的费用 但有的时候会看到 更多的是contractor 去跟雇主arguel 或者firework去arguel呢 我只是一个员工 不是contractor 这些相关判定的话 其实在ATO的网站上 有很多细节的一些讲 然后这块 我们可能今天 没有时间讲这些细节 但如果你是 想要作为contractor 去做这些业务的话 一定要买自己的保险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保护 TAM员工 生二月contract 是不是和 脱衣服一样 这有些contractor 这个是 你说这个contract 是permanent contract employee 这个是跟员工的福利是一样的 这是它是一比较特殊的情况 一般是 比如说他在这个员工呢 跟我就是有一个 12个月的一个雇佣关系 所以他的一些福利啊 各方面都会跟员工很类似 是会跟contractor有区别的 这个的话 也是要看你当时的文件怎么写 然后如果再不清楚的话 一定要跟你的HR 各方面聊一下 一般contract based employee的话 一般是会比较大的公司 你会有一个HR部门 可以有一些顾虑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他们 因为毕竟做12月的contract 你要再做employee的话 其实他的相对来说 他的文件 成本其实蛮高的 一般会发现在大公司里面 会比较多 政府补助 最基本的补助呢 可能就是我们经常会少看 就是每个州的一些补助 创业公司的最基本的 就是可能就是 你可能没有注意 就是说你如果是新创业的公司的话 你如果买很多软件 比如CRM也好 Trello也好 Diru也好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创业的一个补助 其实当时我用过一个软件叫 忘了叫哪一个 就如果他你能证明你是新生意的话 你的公司刚刚起步 他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费用 CRM也好 或者你Project Management也好 就第一年第二年的费用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有这些软件 有没有这相对应的一些优惠政策 另外呢 就是政府补助 如果你有考虑申请 EMDG 就是Expo Market Development 就是说如果你对海外市场开发 这个grant有兴趣 或者说你对R&D 就是说如果是research development 有兴趣的话 又是一个新企的公司的话 有这些政府补助的时候呢 他政府补助有时候要求你的生意主体 必须是一个公司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客人就在前期的时候 当时没有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就因为当时毕竟可能只是一个新企的一个公司 然后一个生意可能想要降低成本 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成本 所以就是说简单成立了一个partnership也好 soul trader也好 但真正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些政府补助的话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公司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结构 或者比较大家比较接受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法律结构 所以这些如果你有在这些行业 这些新兴行业或者说有一些需要补助的一些行业的时候呢 你会需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要求 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是毕业以后想务农 农业方面的一般偏向个人 个人方面 个人的方面也好 或者trust也好 它很多政策是偏向于这些结构的 所以这些可能会也会需要注意一下 PSI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 personal service income 那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加微信 我们这几天我们再聊一下 PSI毕竟基本原则呢 就是那在现在问 就是今天会不会有时间讲PSI 就是personal service income这块 今天可能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可能留到下次再讲 或者说你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直接联系我 其实它这个最大的弊端就是说看你的收入来源 你的个人行为 然后就是你的生意有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商业模式来 让税务局接受你的抵扣能力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不是说你有一个contractor 或者你有一个ABN就可以抵税 就可以万事大吉 这个是大家要小心的 抱歉 然后一会我们联系好吗 好今天就这些了 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问 今天 今天可能东西比较多 可能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吧 嗯没问题 感谢啊 今天前面讲的结构讲的比较多了 就可能因为结构方面的各种情况太多 就是它不同组合 然后不同重组 然后不同阶段重组 然后有时候你又一个生意的时候 又会发现不同时间 会有一个不太一样 嗯 微信 ok 给你们一下我的微信 呃 微信里面搜我的QQ号就行 然后QQ379985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再搜我这个号就可以 这个这是我的QQ 但我QQ很少用了 就当时用QQ注册的这个微信 就用这个来找就行了 或者我的微信 其实你看加协会的这个呃 这个微信就可以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 肯定是可以找到我的 嗯 那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呃感谢大家参与啊 今天也是做的比较晚 然后呃有什么事情保持联系 然后希望大家呢 在今的新的一年呢 呃我记得最近好像有些活动 呃可以参加呃会员 可以参加会员 好像有些折扣 Viley现在我们现在会员的话 大概怎么样参与呢 那个现在就是会员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因为整个疫情期间 我是Vivian啊 嗯 那个Violet今天晚上有点事 然后他让我来给大家做个结尾 又去吃火锅了吧 呵呵呵 我不知道 呃没事 因为他今天白天非常非常忙 然后我说没事 我正好在家 我可以 我可以来做结尾 我们现在会员还是 是有两个月的那个 就是呃 就是延长的活动 也就是说你满一年的会员 可以多extend了两个月 那这个的话是要输入一个code号 到时候具体的话 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呃 ACAA的管理员 他们都知道这个code号 你可以单独问他要一下 这样的话你入会也好 或者需费也好 你就等于是有14个月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整个在疫情期间 一直有的这个活动 呃 另外的话呢 刚才Violet也稍微介绍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 那大家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的那个呃 最近在群里发布的一些活动的信息 同时我们也会发在我们的微信的 那个公众号上面 呃 我们下个就是29号 这个月的29号 我们跟ISM呃合作 就是呃 有一场活动 IPO IPO的 对 这场活动现在已经有超过 差不多有近150个人报名了吧 比数还是很多的 所以大家在29号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Zoom 是只能有一百个人上线 因为方便大家能够在上面提问 那么接下来剩余的人 就是要去YouTube 我们的直播上面去看 嗯 然后我们现在也基本上 都是把我们的这些活动 都是会把那个YouTube的link 都是会发给大家的 就是说若你没有在当天有空的话呢 事后也可以来再看一下回顾 然后我们八九十 三个月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系列活动 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讲 就是主席这边做了一个 career pass的一个很全的一个一个图表 然后是分firm和commercial两个方向的 然后呃 我们一直 我现在一直想把这个做成一个系列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次请了有20多位 那个在各个领域呃 有经验的 然后也有见解的一些嘉宾来做发言 会站在他们在不同的 career pass的这个方向 跟大家share他们的一些经验 嗯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 我们都是每次每场节目都会总共五场节目 然后五场之前都会来群里边收集一些信息 所以说呃微信群是我们协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也是随时在工作当中或者学习当中碰到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提问 很多热心的会员和非会员都在上面及时的解答问题 所以大家都可以呃如果没有加入会员的呢 就肯定是你们搜一下ACA的公众号上面每一期的文章最后 我们都会有呃这个我们管理员的二维码 请大家务必加入我们的那个几大群 我们现在也有好几个群了 然后在这个群里边去收到我们最新的折扣信息啊活动信息啊 然后能够整个跟这个行业内的各位朋友呃来做networking啊这样 所以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今天就结尾就说这些了 大家一定关注我们之后的一些活动 嗯 感谢员员 就是呃今年感觉到很大不一样 就是呃活动一个是多很多 而且就是今年的很多协会啊 呃很多就是 就是呃会员都参加进来 就是说很多互动呃最近的一些活动 而且就我觉得呃最大的不一样 这个协会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一旦就是呃有任何人啊 或者说有任何会员说需要帮忙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帮忙呃technical也好呃 税务也好或者私人问题也好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是感觉让我感觉的能 感觉是一个融入到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感觉 所以是感谢呃协会跟呃会长 然后还有VVM他们就很多的提供了很多便利一些方便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有没有参与这些活动还是 嗯 嗯而且我觉得嗯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吧 我觉得协会就想做的就是能够大家手拉手一起安安全全的呃渡过这个阶段 能够嗯对只要能够大家能够感觉大家都还是在一个集体当中 我觉得这个挺挺重要的就是呃呃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呃心理也好或者是在自己的正常的工作 或者家庭当中能够能够就是说从协会这边能够获得一些呃呃支持或者帮助呃呃我觉得就是就是挺好的 对协会其实也有一些运动的群啊呃呃什么呃商贩的那个主方 每日活动呃呃呃呃鸡群 其实大家就是那些群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都可以跟管理员去说 你说我想家贤会是不是有那个运动的群 其实我们有 我们那个群还是正常的 每天都在打卡在做运动的 这虽然不是我们的主营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吧 能够让大家觉得 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感觉 是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 还有最后最后可能会有一点自私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我第一份工作是朋友介绍的 第二份朋友也是通过关系认识朋友 之后呢出来做以后 也是通过不同的朋友的介绍各方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然后或者说多的运用这个团体 然后大家呢就互相帮忙 会会会很多的 这里我也想打开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mentary program 各位mentals 对 我们得到很好的反馈 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 因为有很多mentary 他们在工作上面面临一些问题 包括裁员的焦虑啊 或者是去找工作的一些 现在碰到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或者对于将来的职业发展的一些方向 想法等等的 很多的mentals给到我们mentary 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就是自己在非常忙的工作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很积极的在分享一些很正面的东西给大家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感谢mentals 因为今天我看到我们mentals之一 Samuel也来参加我们的 对 所以对 所以我也是看到他刚才来打个招呼 我就特别想到这个 因为我们的确从各个mentary的这个回复来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mentoring program 在今年我们开展了 也有才几个月嘛 一两个月 但是得到的是一个比较好 好像是更加把大家都拉拢在一起的感觉了 对 今天好 那个昆仕南就这边还有那个Kevin Kevin也在 然后另外就说 我记得看他们前两天那个说准备要 然后准备就说昆仕南这边呢 也准备有一个mentor program准备开始 我到时候可能会到我们看Kevin那边 怎么到分一下吧 分享一下 对对对 Samuel说他他也是学生 Jerry今天是我们的老师 对 他就是都是几个朋友 他们互相都是互相学习嘛 然后现在我觉得大家很好的一个团体 嗯 对布里斯班这边 布里斯班这边 我们今年有很隆重的 就是在在经过Jerry的带领之下 今年我们又有了新的换届的人选 然后我们马上会出一期关于布里斯班 新一届这个committee member的一个介绍 太好了 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在准备布里斯班这边的活动 到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你们布里斯班这边的活动能够呃 告诉我们悉尼这边或者墨尔本 然后因为现在反正都是线上活动 我们都会来捧场 太好了 感谢 谢谢Jerry 谢谢Jerry 谢谢大家 那我们保持联系 然后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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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